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入口丝瓜庆出了鲜甜 在嘴里不断的盘旋 当面的芹菜 与散着淡淡豆香的腐竹结合 吃起来是既清脆也清脆 从小就早摘的素香师姐 清淡养生的饮食观念 逐渐影响身边家人 今天就要来传授她的家常料理 现在新手办的健康带人来来 欢迎我们这一位 她的名字就很适合开素食餐厅 素香师姐您好 爱珍师姐好 全国大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看看素香 你第一次感 第一次听到有人是说 你的名字适合开素食餐厅的吗 没有啊 就爱珍师姐第一次讲这样的 然后我跟朋友说 跟师姐讲说 你如果把我的名字忘记 你就素食很香 你就会想到我素香 你不能说 对啊 对嘛 非常有特色的名字 对不对 对 好 那我们的素香师姐呢 她今天呢 要做的料理呢 是属于比较清淡 家常 養生健常的 對 那麼妳今天要做的料理有什麼 首先第一道就是那個 百合絲瓜 好 然後再來呢 就是那個現在當令的食材 就是那個芹菜館 我就把那個斧竹跟芹菜館 混在一起 斧竹炒芹菜 好 這個非常家常但是也很健康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要準備 什麼樣的材料跟調味料囉 百合絲瓜 材料有絲瓜二分之一條 百合兩百克 紅蘿蔔兩百克 老薑適量 枸杞適量 調味料有 鹽兩小匙 冬菜粉兩小匙 我們先把 百合要燙燙一下 要燙燙一下 過個水就好了 我是稍微給它煮一下 煮一下下 它是新鮮的 新鮮的白色 那就給它稍稍煮一下 稍微煮一下 然後我們來切這個 要一點那個薑片爆香 其實今天妳的菜 對 我們平常會在家庭裡面 對 會常常會 雖然說常常煮 可是有的時候 因為要吃素的話 有些人都在想說 反而會忘記這個 對 就妳今天這樣 我一看菜單食譜 我就想說 好久忘記它了 就是比較簡單一點的 對 食材取得也比較方便 這樣 應該是可以的 好 來 我來把這個 切片的百合撈起來 所以說妳看我們台灣這麼小 南北的氣候就差異很大 所以就變成 我們很幸福耶 對啊 我們竟然在北部的冬天 現在我們錄這個時候 是天氣還是冷的時候 竟然就可以吃得到絲瓜 我也覺得說 怎麼可能 原來它是來自平東 對 就 把這個 這個買回來就是這樣濕的嗎 不是 本來我一般把那個乾的 帶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是要泡水 我是昨天晚上就把它 這是滿的 是乾的一條一條的 它是乾的一條一條的 泡多久水 我是昨天晚上要睡之前 我就把它泡了 泡一個晚上 對 妳要滷的話妳就要 不要泡太久 然後要涼拌妳就稍微泡久一點 這樣子 但是 都是 不管是炒還是什麼 都還是要過一下熱水 對 來換下去我來幫妳 好 好 這個應該也不要燙太久吧 對 泡一下就好 給它過水一下 過一下水就好 來 然後呢 這個我再來把它慢慢的撈起來 這個真的不能燙太久 否則它軟掉了 爛掉了 對 通常這個喔 大半夏天的話 我都會把它拿來當涼拌菜 涼拌菜滿好的 涼拌那個小黃瓜也不錯 對 來 這個油給妳 對 然後呢 這個百合呢 就是 新鮮的 也是要看一下喔 對 那個是 已經可以吃了 對 然後我們先起油鍋 嗯 它好嫩喔 所以也不要花太多時間去 對 然後再把薑片放下去爆香 欸 好甜欸 很甜喔 很甜喔 對 然後 薑片把它爆到那個香味出來 其實妳們小的時候 妳說跟著媽媽吃早摘那個時候 妳幾歲啊 妳在念書了 念書了 應該小學有了 小學了 是不是 對 好像我們的農業社會 農村 他們很多人會在早上 叫做早摘 對 對不對 好 那現在我們就把 絲瓜直接弄下去炒 然後我們要一點點水 可以 給妳一點點水 它其實絲瓜也會出水 對 然後就一點點水 不要給它扒鍋這樣 夠了嗎 夠了 可以了 再一點 再一點點 對 然後這個絲瓜的火 就不要太大 慢慢悶 稍微要悶一下 它不會打火 其實好吃素的種類很多種嘛 那也只有中國人 傳統的習慣會有一種 叫做就是早摘 對 早上吃而已 對 然後再來因為佛教的關係 就會有什麼 初一十五 對啊 什麼六災日 十災日 對 那很多人是六災日 十災日 初一十五 又記不辛苦 乾脆每天早上吃就好了 因為我媽媽是同養息 然後我以前阿嬤就是這樣吃習慣 其實她也不是說什麼信佛 她根本就不懂 然後她就說阿嬤就這樣吃 她就跟著這樣子 我們也跟著這樣吃 是這樣子 一代一代 對 其實阿嬤是為了什麼也不知道 也不曉得 她是說 如果摘的時候我們就比較簡單 有吃的肉的話 因為 勿農嘛 農業社會 然後都要摘的時候 要去那個田裡做事啦 不要花太多的時間去準備料理 所以澡栽其實吃得很簡單 就一點點水好不好 對 要認識一點 一點點水 對 稍微給它悶一下這樣子 聽說妳在慈濟做香雞 純淡香雞其實 妳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才真正有感受到 是素食 以及香雞的一些法在裡面 對啊 因為我們其實已經 我是從善門入 我也不是說什麼 像人家有說 小時候媽媽揮衣佛門 我是沒有 我是完全是 跟我女兒的老師 他說我們來去做環保 然後就開始 然後接觸慈濟 其實我其實都是 之後越做越歡喜 然後覺得上人的法很好 之後才真的是 那時候就真的 吃素就吃得很 然後才開始接觸佛教 佛法對不對 對 好 那這個就算好囉 然後要調味 調味有一點點鹽 我通常都吃很清淡的人 其實真的 這看起來就是很健康 然後我都會用 現在其實我都不放什麼味精 所以我們都用我們的那個 常立西路做的這個冬菜粉 喔 因為那個已經 會有香甜的味道了 對 然後最後才把它這個 枸杞子 放一點 對顏色這樣子 灑一點這樣這樣子 對 這樣就好了 其實就可以吃了 對 就這樣子 非常簡單 非常簡單 但是很漂亮 然後應該也是很好吃 我現在先來吃一口好不好 我是覺得蠻清爽 然後加上百合是這樣甜甜的 很自然的甜這樣子 沒有想到 真的沒有想到 已經忘記了 因為它簡單到 我們幾乎平常忘記它了 這樣子不可以 因為有時候出去做志工 有時候回來就 有時候比較累 很好吃 就是簡單的 很快的速度 不要花太多時間在 吃的方面 吃光很嫩 然後呢 甜甜清甜清甜的 然後 有調味的香 有那個鹹鹹的味道 但是百合是好甜好甜 嗯 好吃 就這麼簡單 那我們就 但是腐竹應該又更簡單了 那我們也來炒炒看 好吧 好 腐竹炒芹菜 材料有腐竹300克 芹菜一把 辣椒一條 紅蘿蔔200克 調味料有 鹽兩小匙 冬菜粉兩小匙 香油兩小匙 好 我們真的不應該複雜的想太多 忘記了簡單的菜 那所以說剛剛那個又簡單又好吃 那現在這個呢 看起來一樣的簡單 但是我相信一定一樣的好吃 那麼 除了這個腐竹 我們把它燙過之後 好 那這些呢 要怎麼處理 我通常這個腐竹 我燙過以後 我先會把它調一點味道 讓它有一點味道 好耶 這樣才不會太淡這樣子 像我如果是買比較粗一點的 我就會把它滷過 這個是 對 這個乾的 乾的 乾的有的比較細 有的比較粗 有的是薄片 薄片的話可以來做涼拌 這個可以用滷的 那你買到了 你就不能泡太軟 然後下去滷 就讓它入味 今天這個是 我有稍微是挑過啦 剛剛好這樣子 然後 我先把它稍微調味道 還是一樣用桶菜 你真的很沒有想到耶 對 然後再加一點鹽 讓它 讓它有味道 對 你沒有想到 還需要先 等於醃一下 對 對 然後再加一點香油 加一點香油 下去 這一點都沒想到 用這個耶 對 我就突然想說 唉唷 這樣一直要有變化 然後 一直在想說 啊 像炒芹菜 有時候是清炒 然後想說 欸 以前吃溫都會炒到那個東西 炒肉 突然有一天在市場 我就看到有人這樣賣 賣這個斧竹 它是 它是涼拌 涼拌黃瓜這樣子 小黃瓜 然後 我就想說 欸 不妨喔 來炒個芹菜 搞不好也 也蠻好吃的 結果我有一天就是這樣弄 我之前是不知道說 要先拌 煙一下 然後直接這樣炒 然後我的孩子 我女兒回來說 欸媽 這個比那個昏的好吃耶 哎呀 你越來越有進步了 所以做法 料理的手法是一樣的 對 就是食材換掉 換掉而已 那反而更好吃 對啊 對啊 好 然後 然後 因為善人現在一直鼓勵 我們要吃素 嗯 當然喔 我們如果說 不是宗教的關係的話 是降低這個畜牧的污染嘛 對不對 那宗教的關係那就 嗯 那個更 更上層了 就是慈悲不殺嘛 對不對 那你剛剛在講說 善門入 其實我想我們有很多的人 如果說不是慈禧的人 可能還分不清楚 什麼東西叫善門入 什麼叫做佛門入 對啊 因為我其實我以前也都不懂啦 其實我媽媽也不 不識字啦 她根本也不會教我們這個 那就是因為去做慈禧以後 然後又聽很多師姐 然後又常常聽師父開字 那我就覺得說 欸 真的是 我們真的是要 要 真的要 要進口 那口譽真的一定要 要自己要去進口 然後再跟著學了 很多的佛的經典對不對 其實就是說善門入的意思就是說 很認同這樣子的一個團體 對 然後去 付出無所求的去幫助別人 對 從慈善進來以後也接觸到了佛法 對 好 那有很多呢 是他本身就是 學佛 對 學佛之後呢 當然也就是 也認同了 其實都是一樣 也是認同了上人的理念 然後這個佛教神佛法 然後用佛法來祭祀 對 對不對 所以這才是有這樣子分 對 那這個雖然說是 以前沒接觸佛法 但是進來慈禧之後 已接觸到了 對不對 那麼像你說 做香雞的時候 你覺得佛法裡面當中有所謂的人文 那你說做料理也有人文 對啊 其實 我以前剛開始去的時候 就也不懂 然後菜拿來就切 就 這個是大的那個是小的是不是 對啊 而且有些食材你要搭配得剛剛 切得剛剛好 你這樣大小的話 有時候他們因為大鍋菜在煮的時候 有時候會不會很均勻 煮得很 那個熟度不會很均勻 所以說還是 我是覺得說做香雞 讓我在學習做菜方面也有很大的幫助 你看多好 來 我們剛剛看到師姐切菜的樣子 非常的優雅 那也是一種人文 然後現在你看我們這些菜 紅蘿蔔芹菜 好我們先來看紅蘿蔔芹菜 再加上這個腐竹 它的整體的美對不對 那也是一種人文 對啊就是配色 搭配顏色 然後這個是很整齊的 對 放一點辣椒先給它爆香 是 其實這個辣椒是給它有一點顏色 所以這道料理不用放薑了 它其實就是用 芹菜本身就已經有很強烈的香氣 然後那個這個紅蘿蔔條 先給它下來炒一下 這個紅蘿蔔切量是不及格的 有一點太長 是嗎 因為這個紅蘿蔔 我們家師兄自己種的 這是 我想說這麼小條 跟這個就不要再把它切得太小 這樣子喔 對 然後再來那 就我們把芹菜館整個放下去 就是這 等於說是快炒菜 可是這個芹菜很粗耶 它嫩嗎 嫩 這個是當令的食材 這個是當令的 這個是當令的 好 來 然後再加一點水 好 差一點 稍微把它燜一下這樣 你知道嗎 芹菜裡面含的那個 植物性的鈣 原體也是很高的 是數一數二的 好 然後我們現在再把它這樣 糊糊擺下去 會炒一下就好 OK 很香喔 對 我還以為妳不調味了 可以 再調一點味道就好了 因為那個芹菜 對 再這樣調味 你看 它的調味品就是 就是這兩種一樣 對 就是我們的鹽跟冬菜粉而已 這個如果說 對 怕胖啊 還有想要 想要減肥的人啊 對啊 就這樣子 你看裡面的營養有均衡喔 對啊 就這樣一大盤 對不對 對 然後妳的飯就可以吃少一點了 對 可以了 可以吃了嗎 好 我來分開來嘗嘗看好不好 我吃一個粗的 嗯 嗯 竹竹我還真的沒看過說是醬子黏 用醬子做法 對 很清淡清淡 它如果說 像妳講的是滷過之後 嗯 如果不要用很深的醬油的話 它更透 有沒有聽到 那麼粗的這個芹菜 那麼脆又那麼嫩對不對 對 好 我們今天呢 真的在這個 很美麗的 素養師姐上面 真的感受到了 這個素菜其實呢 簡簡單單 它自然就有香味了 我跟妳的名字一樣 素香啦 好 百合絲瓜 做法是百合 汆燙 老薑絲瓜 切片備用 起油鍋 爆香薑片 再放入絲瓜 適量的水 百合 拌炒 以鹽 冬菜粉調味 最後撒些枸杞就可以了 腐竹炒芹菜 做法是 腐竹切斷並且穿燙 拌上少許的冬菜粉 鹽 香油 備用 紅蘿蔔 芹菜切條 辣椒切絲備用 起油鍋爆香辣椒 再放入 紅蘿蔔 芹菜 腐竹拌炒 以鹽 冬菜粉調味就可以了 來到鷹哥 肯定會到最有名的陶瓷博物館走一走 裡頭 蘊藏著台灣超過百年的燒搖文化 特殊的建築造型 加上文化藝術氣息 讓人身心都還暢了起來 逛完陶瓷博物館之後 旁邊就有一家以有機養生飲食為概念的餐廳喔 一進門 立馬能夠感受到它的與眾不同 這裡不僅是供應食物 成年櫃裡清脆的蔬果 香氣撲鼻的麵包 還有手工香皂等等 多種不同性質的產品 全都是自家所生產的 想要健康最簡單的就是從 也是著手 所以我們提供有機的健康食物 我們希望做到多元化 除了客人吃到有機蔬菜之外 還可以用到很多的有機商品 讓自己更健康更有能量 不只要吃得放心 更希望顧客所吃下肚的 都是秀青的食材 所以這兒的蔬菜啊 每天都由農夫們從產地直送 層出不窮的食安問題 讓天然健康的食物更顯得珍貴 慢慢拓展出有機產品的市場之後 更致力於開發新的品項 像是這個有機豆腐和有機麵條 它相當費食費工 然後我們用鹽乳去取代外面所用的石膏 所以它吃起來真的是非常天然非常健康 那有機麵也是我們的有機烘焙坊 用有機麵粉製造出來有機手工麵 它非常的Q彈很有嚼勁 加有機手工麵條放入昆水裡 細心的攪拌 讓它完全的出展開來 撈起之後 然後加入少許的葵花油 然後去拌理 這樣子就可以保持它麵的Q度 在麵條上頭淋些芝麻醬 加些小黃瓜絲和紅蘿蔔絲點綴 還有香噴噴的焗烤石酥 這樣就完成了 接著起油鍋放入調味料 把有機豆腐煎至微微焦香 搭上色彩豐富的蔬菜 烤石酥裡面我放入一些香料 油下去烤過 所以它的味道是滿甜香的 聚精會神的 將所有處理好的食材擺上鐵板 就可以上桌了 多樣配色的有機蔬菜 堅固視覺與味道 給人清新的舒爽感 而每日現做的窯烤麵包 散發淡淡清香 綿而不膩 主食更是帶來驚喜 不管是保溪醬汁的素獅子頭 帶著甜菜根味的有機麵條 或者是口感細緻的有機豆腐 都讓人感受到蔬食的能量 搭配輕鬆的用餐環境 身心靈都舒暢了起來 它就強調的是有機 它很多是自己種的 自己的農場種的 就讓我自己的感覺是說很安心 它的麵包的自製 我覺得我最喜歡的就是 它有那個出爐時間 因為我雖然住樹林 可是我們常常會一伙朋友 就刻意開車過 像我覺得也是刻意開車過來 等於要再回去上班 可見有多吸引人 之前我其實我去餐廳都不敢吃 那些朋友帶我來 我去逛了一下看看 真的是蠻有特別的地方 而且就是吃起來又很新鮮 我覺得蠻新鮮 所以我也吃了不少 妳為什麼會點那個豆腐啊? 我很喜歡豆腐 我的朋友告訴我這個豆腐 他們自己都是很好吃 那妳知道這邊的菜都是有機的嗎? organic 對 我很喜歡吃organic 從不希望顧客的光臨 只是跟隨流行的盲從 發自爭議而來的生意 才能夠細水長流啊 而不傷害環境 又能夠讓人吃盡健康的天然食材 就是最初的本質與堅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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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